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6月13号 彦荣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5月30号 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的3376的新日新 最近九天以来 已经大涨了将近50%了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日新第二 它的目标70%是最保守的起跳 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 留言3376加上电话 或者是3376加上LINEID 来跟上彦荣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最近这个盘连续的大涨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有赚到钱吗 我想很多的粉丝 那么有跟我留言说 最近虽然指数涨上来 但是因为都是涨谁呢 涨台积电涨红海 不做台积电 不做红海赚不到 涨金融股 谁会去做金融股 所以呢 整个指数拉上来 都是在涨这些 那其实这有两种层面 另外一种层面就是说 这个地方 其实后面上其他的股票 很多补涨的空间 轮动的空间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一定要做对方向 才赚得到 好比燕隆老师最近这两周 那么前两周就是 鸿海本身 那么买进之后呢 涨了19块 那当然包括昨天 昨天又去做了一次鸿海 这等一下再来说明 鸿海最近前两周的收割 19块 那么这个达兴才 35块 差不多三成 那么3313的匹城 又有30% 那广明是上一周的 10张有机会价差10万 那么买进的这个加币期 162买两天看到187 10张也有25万 那昨天尾盘鸿海买进去 指明要隔日冲4%到5%的 今天开盘前定价 命中最高点附近 提醒看到这个价位 就是要市价出场 结果命中195最高附近 10张价差将近7万块 各位朋友们 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就是方法的问题嘛 所以我今天会跟你分享 很棒的方法 方法的问题 或是有没有跟对人嘛 这就是重点 所以呢 燕楼老师 那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啊 真的真的都是定国基 胜率100%都赚得到啊 那尤其在5月30号分享了 这个新日新啊 已经大标50%了 所以呢欢迎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一直操作不顺利的 也欢迎来跟上燕榮的行列 那尤其在目前台股会涨到哪里 还会涨几天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 会涨几天 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个别股 多头市场的话呢 就是涨到无法无天 你无法去预测的 那这个逻辑当然也有一定的时间上的逻辑 等一下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要来跟大家谈到这部分正式之前 来跟大家谈到的是4967的实权 哇实权大步 今天又涨停板了 第四支涨停板了耶 各位朋友们 6月3号节目当中公开所做的分享 已经第四支停板了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只有说能够有机会 你来索取这个股票 能够赚到四支涨停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让你有机会 将来也可以直接 就算不看我的节目 你也可以自己选到 这么棒的一个股票 这是今天节目上 最重要的一个精华 那当然包括新日新的部分 5月30号在Line A当中 以及在我的节目当中 多次的公开预告 连续9天过后呢 涨了50%上来 所以其实各位朋友们 我要再来提醒大家哦 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Line的 请记得加Line进来 那加Line进来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你有把小老鼠 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做一个加入 留贴图的 将来我在我的Line当中 所有有机会大标的股票 你都看得到 因为加Line留贴图 这个就是通关密码 通关密语 系统就会把这个标股 传给有留贴图的人 那如果你已经早就加Line的 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一定要留贴图进来哦 好那我想分享到这个地方 尤其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叫做新日新第二 新日新第二它的目标 有70%以上 它所复制的是什么 一个速度的感觉 跟幅度的一个样貌 速度的感觉像谁呢 像新日新本尊啊 9天拉了快50% 像6442的光盛 那么复制起来的话呢 6天连涨6天也将近50% 这就是它的速度的感觉 那它的幅度像什么呢 就像所罗门 就像昆银 不到一个月就有100% 也就是翻倍了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新日新第二 它的目标70%以上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登记 想自己操作的 你就留言登记 登记3376加1 想跟燕荣老师同步操作 让燕荣老师来带你 更精准的买进卖出的 欢迎大家可以加 赖进来留言3376加电话 或者是3376加赖ID 让燕荣直接手把手 来带你来做一个操作 那如何做留言呢 您可以拨打2365开头的电话 可以直接来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个打电话进来的动作 或者说您也可以 可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小老鼠小A写下来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 直接在我的赖当中 跟我做留言 或者是刷 刷这个QR Code 那么这个QR 赖的QR Code 那么打开赖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也可以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好那大盘的部分 到底是要去到什么地方 还要去多久 其实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 那这一波为什么会上涨 其实说真的 我在两年前 当指数在一万三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QR Code 虽然还不到一万三 但是要去到两万点 当时很多人 真的对燕荣老师的看法 嗤之以鼻 觉得燕荣老师是神经病 那我可能 没万三就要看到两万点 那当时我就说 我的看法跟元大头顾一样 元大头顾看两万点 我也是看两万点 我当时是这么讲的 那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讲 好你看到 当时A指标的数据 月线上 这是月线 月线上A指标数据 负0.17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用电脑图来看 好电脑图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把整个图 放大来看 以月线上来看 大盘的月线 大盘的月线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 是111年的10月31号 我说这个A指标数据 负0.17 已经回测到前面 这个负0.15 每一次在月线上 回测前低 这个基数 最少都有三千点 到四千点以上 我当时这样告诉你 当时是12949 有没有万三 没有万三 我说如果最差拉个四千点 还有万七 但是前面这些都不止 不止四千点 有的是六千 有的是一万 所以我就跟你取个平均值 我说至少到两万点 当时是这样讲 对不对 那主要逻辑概念 除了A指标数据 月线上回测前低 还有就是这一个 这个它在A指标数据上 月线上创新高来到0.26 将来行情走到什么时候 才结束 一定是回测之后 拉高慢慢推进 推到0.26附近 整个中期行情才有渴望结束 那其实前两天我就一直看 它会在这一次攻 还是若干个月之后才来攻 就看这一个 这个有没有突破 那这个是多少 这个A指标数据0.18 那我在昨天之前我就一直看啊 昨天之前一直看啊 你看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底的时候也是0.18 那我就再看这六月份 有没有办法突破0.18 突破了就是不远的将来 最近这几个月 它直接要来挑战0.26 0.26的意思是什么 能蛮细情电 24000点 那请问今天指数收盘 A指标数据 有没有突破这个0.18 有没有突破这个0.18 两个0.18有没有突破 好答案揭晓了 已经0.21了 昨天就0.19了 今天是0.21啊 这样知道意思吗 也就是说 在目前是一个攻击的态势 它会直接来挑战这个0.26 照我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24000点以上 可能还会超过一点 还会超过一点 24000点以上 现在指数多少 22312代表什么 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真的要长到无法无天 让人无法自信 千万不要缺席 这样的抢钱行情 千万千万不要再缺席了 好不好 晏隆老师苦口婆心来提醒大家 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好那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 当然晏隆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台积电 各位朋友们 请问你今天有 在7点钟左右 有来看看我的 台积电的小目标价吗 如果你有看到 你可能这个 假不配落到整头下 你可能 在这个地方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晏隆老师在早上7点钟之前 就跟你评估 台积电的小目标价 价在935块 就今天早上7点钟的 赖我所做的评估的小目标价 就问一下今天 相关多少 正好935块 而且刷到911 而且收盘起好像收到919附近 有没有 那我是不是再度命中最高点 所以呢 真的不要再嫌弃晏隆老师了啦 也不要说我吹牛 晏隆老师每一次像台积电 像大盘 大盘经常去命中最高点附近 有时候插能杀 有时候一模一样 这就是A指标的一个 这个魅力啊 好那当然包括台积电命中935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稀奇 我在去年的6月13号 我带会员朋友又出在最高点的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这四年的操作 我没有输过钱 没有输过钱 而且每一次一进场 我带会员都赚超过100块以上 好那这个都是事实证明 已经谈过很多次就不用这验证了 所以呢 当然如果你想了解说 老师你的大目标在哪里 你想了解的 我明天早上 他的大目标价我还是会讲 还是会讲 你加赖进来留言2330加1 那么包括这个大目标价 还有呢就下一个买点在哪里 我通通会在我的赖当中讲 你只要留言2330加1 我的系统会直接把我的看法来传给你 好讲到这个鸿海啊 去年106代会员朋友买的 结果买进之后出在140出太早了 那其实晏龙做这个位置 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 其实主要就挑战自己 我希望我呢胜率越高越好 我希望几乎每一次都能够 在会员都能够赢 这种赢的感觉 这种有成就感的感觉 这是我追求的 那所以呢 处在140附近 竟然把你抢起来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感 所以我就打定主意 我一定要再多赢他几次 所以在这个地方166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你 公开告诉你我带会员买的 在隔天的167 我也告诉你我带会员买的 然后在这一天173的时候呢 我就说我看好目标价186 结果一字不差来到186 我带会员出到185 我相信会员朋友为我做见证 为什么很多人就算是清代会员一续约 就是一整年的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一根就是三年五年 甚至有人根超过十年 就是这样的逻辑概念 好所以呢 昨天我有做红海吗 有 为什么我做红海 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尾盘带会员买了红海 然后呢在今天啊 我9点钟之前啊 9点钟之前啊 好这是我今天 因为我今天啊 我今天早上有去开一个会 所以呢我是比较晚进公司的 所以我在今天早上 其实我在几点钟发LINE 发用这个Skybe 我发给公司啊 发给公司的行政人员 6点40发大盘 好你自己看嘛 6点40发大盘嘛 好然后呢 然后这一个 这个红海 有没有 187附近 清代会得要买了185的 185的 好187附近买 195到197 全数市价获利出场 几点钟6点52分发的 6点52分发的 今天早上6点52分发的 你可能还在睡觉 有没有直接告诉你 是不是 那今天最高多少 而且我说看到195到197 用市价用市价啊 用市价 那今天最高多少 2317的红海 最高195 那我是不是说看到195 你要用市价出 对不对 195到197用市价出 是不是 所以真实的操作 燕隆老师的做法 是拳头顾戒 完全不一样的 燕隆老师不敢说 我是一股清流 但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要让自己睡得着觉 那我也不想去 让自己人生过得太复杂 好那么就是这么 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过得很开心 好那么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概念 好所以你看我 鸿海又赢了 又赢了一次 有没有 又赢了一次了 所以鸿海我就放生了啦 这样听懂意思吗 鸿海我放生了 好这样应该听懂我的意思 好那想要再做 其实还有机会 因为它有一个大目标价 好其实一档股票 我不喜欢做太多次 我就用它筹码乱掉 剩下留给别人赚 还是留给别人 套你自己去想 好那 那在这个地方鸿海我就谈到这里 那你想了解鸿海下一个买点 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2317加1好不好 好那新日星 新日星今天带来概念就是说 怎么样赚到快钱 这个快钱要怎么赚到 有些人真的是专业投资嘛 你希望最好每一天都有一个收割的机会嘛 对不对就像昨天我们带你买鸿海 今天就马上收割嘛 是这个概念 有时候不是说赚多少钱 是那种赚钱的感觉 你感觉一直在走转 那钱 那钱水从那流来流去 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这种感觉 比你赚多少钱 心情更加困惑 有这种感觉 所以呢新日星我带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底部这一天啊 这一天我为什么在连续三天 连续三天我都在我的LINE A当中 公开的讲新日星 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要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来加LINE 要留贴图 因为像这样连续预告三天 你都知道 对不对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方法 那这个底部选股的 传家传世的一个宝典 这样的技术分享是有密集的 那么燕隆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密集 当然我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过程 跟各位好朋友们 我们有个共同的语言 同时另外一层面的意义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保护 可以保护到你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陷阱 甚至很多阻力呢 跟网红配合啊 或者说跟台面上 就算有执照 但过去你也看到古董章的世界嘛 你也知道嘛 那很多人 可能也会做一些 比较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希望透过我的技术分享 可以让你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我今天开放100个名额 那么你可以来索取 这个传世传家宝典的这个密集 你只要留言99加1 我们这100个名额 你就可以来做一个争取 额满为止哦 一定很快就额满了 那当然你要赚快钱的话就是 最强 找这个最强的高评 那3376的新日新金 哪有强吗 当然看来这刷型很强的嘛 那明天要买什么价位 他可以当天想要好你当日冲销 不然隔日冲 你看我送给你3374的精彩 好精彩 这个我送给你以后又拉两支涨停 对不对 隔日冲力的探两支停办啊 所以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3376加1 来做一个索取 好那如果已经加赖进来 还没有留贴图的 赶快记得加赖进来留贴图 这样就可以看到关键提醒 好那4588的这个九顶电力 每一次锡都大锡 有没有 你看像这样跌下来 你要是领先来拿到我的目标价 你连刷探过的钢 有没有像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明天4588的九顶电力 这很厉害的哦 你如果拿到我的买进价 你可能会赚不少 有兴趣想了解 4588九顶电力的买进价的朋友们 你看昨天易登你来拿 今天你赚一支停板 有没有 所以有兴趣了解的人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4588加1 4588加1 好那重点是什么 新日新第二粉丝福利啊 一发动啊像什么 一发动就是像这个光盛一样 连续六天的吉拉 或者像新日新本尊 连续涨九天上来 那么一样都是有50%的空间 这是速度感 那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幅度的样貌 一个月有没有机会 一倍资金翻倍 像所罗门 像昆盈 资金翻倍 A指标最有经验 所以这一次新日新第二的 目标70%以上 也欢迎大家 加赖进来留言3376加电话 或者是赖ID来跟上 当然如果你想自己操作的朋友们 也可以来索取 你就留言3376加1就可以 希望晏蓉来帮助你的 来带你直接操作的 可以留言电话 记得留电话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下做一个加入 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当然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再提醒一次哦 已经加赖进来 还没有留贴图的记得赶快加赖进来 或者还没有加赖进来的 请记得加赖留贴图 这个就是留贴图就是通关密 系统会知道有你这号人物 我有关键提醒大盘的转折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像这个 前两天有提醒这个台积电会开高走低 真的开高走低哦 那这些都会有个关键的提醒 请记得加赖进来留言哦 那么留言这个贴图就可以了 好那新日新这个技术 5月30号选到 5月31号判断转墙 那这个技术 其实说真的啦 这个技术基本上是这样哦 我们在操作股票 第一个要先了解到 诶成功形态认证 成功形态认证哦 认证说有大卡在那里面 K线可以认证 指标值可以认证 成交量都可以认证 但是认证没有用啊 你要赚那块钱 你要赶快赚钱 就是要抓转折 转折什么时候会发动 那就是重点 这就是一个美国的地方 大部分的 透过老师 抓这个转折 可能有点盲点 但是验龙很开心 傲人有傲 听说把我赚三天 我发明这个A指标哦 那我知道转折 我知道转折怎么去认证 转折你可以用指标转折啊 K线组合的转折啊 均线组合的转折啊 成交量 成交量的一个转折 这些通通都可以得到一个转折 什么时候要供给的机会 所以呢今天验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哦 以最近来讲我们会以一系列的K线组合 来跟你分享 马上要发动的现象是什么 所以呢这个粉丝的福利要记得哦 技术分享 传世传家宝典 传世传家宝典 加赖小老鼠小A178进来 留言99加1 99加1就可以索取 这个传世传家的技术秘籍 为什么叫秘籍 因为可能只有一张或两张而已 五分钟就挖起来了 五分钟就把我摸索了好久的技术 让你做一次下去了 人生啊说真的啊 那么没有太多的十年啊 你要走到这一步啊 花十年二十年可能钱都输光了 可能还参透 悟不出这个道理 燕尔老师直接把这个技术 直接跟大家分享 你五分钟都学会 只限一百个名额 只限一百个名额 把握这个机会 好那个股的部分来分享 红准 红准的话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整个开线形态是有创高点的 A级标也有创高点 然后呢 碰到均线的时候呢 它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政府很小的一个新型形态 这多方相对有手 所以多方还没有弃手 如果你想了解红准买点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加赖进来留言 2354加1 还有呢6213的连帽 哇今天是最精彩的 收盘钱呢 从108直接攻到116 你如果敢做 10点你会一天探备备备备的 那这个股票说真的 我也跟大家谈很久了 我始终认为中线是不错的 那短线的话呢 当然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多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了解它的买点的朋友们 当然不要去追高 像这种股票隔天开低是正常的 大家不要去追高 好那想了解它的买点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加赖进来 留言6213加1 想不明白 够够够买下去 不要说够8块 你够5块 你就把它当冲锋 探3万4万 这样不太好 一个月薪水就有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3055的卫华 有没有 那卫华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是半导体设备股 一样有一个成功形态在 对不对 那今天挑空上涨 这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那如果想了解3055的卫华的买点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来留言3055加1 好轴承的股票 这个就跟我的新日星一样嘛 好那么只不过的供应链不太一样 那1582的信锦 那么它是轴承概念股第一季 每股盈于1.73元 那今天其实你会发现 它整个逻辑概念跟 这个5月30号附近的新星 新日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我就卖个关子了 那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个转强的这个讯号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它其实是有转强的这个机会 也欢迎大家加赖进来留言1582加1 来索取它的买进点 好那当然最重点就是这个粉丝的福利 粉丝的福利它复制的是什么 复制的这个速度的感觉 光盛6天连续涨6天 涨6天的一个历史背景是大盘是在拉回的 它逆势涨6天将近50%以及新日星连续拉上来 9天的时间呢也涨了将近50% 我要复制的是这样的速度 新日星第二 同时我要复制的是一个幅度 索罗门跟坤颖的100%也就资金翻倍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今天目标70%的这个新日星第二 这是想保守给你说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把握这个机会 想要自己操作的 你就可以留言3376加1 想要让燕龙老师带着你同步操作的朋友们 欢迎加LINE进来留言3376加电话 或者是LINEID来跟上 如何留言呢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下做一个加入 来做一个留言就可以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